男人手持末刀,一副当官万夫莫开,却占万千次飞军 男人一手末刀,耍得出神入化,破有种末刀斩三千,锋刃诸死神的豪迈 男人提前设下的陷阱,也助他斩杀来犯之敌 转眼间,遍地都是尸体残骸,一人还想逃 男人名叫田安叶,曾是末刀军教头 后因为一些事情退出军营,成了社会最底层的卖探翁 整日靠着卖探维持生计,时间来到太兴七年 先立驾崩,齐王灿改圣旨,复兴太子登基 原定为皇帝的东宫太子,带兵为齐王于梁城 心狠手辣的齐王下令,对梁城百姓进行屠杀 最终太子兵败,全家二百多口,被齐王残忍杀害 但仍有漏网之余,太子曾在民间,于一五级小美丹下一子 而眼下,这对母子二人不知所踪,齐王得知消息勃然大怒 安排手下张许青,务必要将母子两人抓回 张许青接令,将城门关闭 全城塑捕这对母子,以及太子急于叛党于念 为了警示众人,张许青把抓来的太子于党 当街斩首失众,田安夜跟好友赵千孙 就在底下民众里观望,看着如今国家大乱 赵千孙不免担忧,自己在边家儿子的性命 没过多久,小美在带着孩子准备出城时 被官兵发现了行踪 小美被他们追赶,身体不慎重见 正好倒在了田安夜和赵千孙面前 出于救人的本能,两人出手帮小美 躲过杀手的追捕 随后,小美被田安夜带回附近染防处理伤口 小美怀中的婴儿突然开始啼哭 哭声引来的杀手,他们朝着屋里射箭 田安夜掀起木桌,挡在两人身前 抵挡住第一波攻势后,杀手悄悄进屋 田安夜用破步,制作了一个火剂 四名杀手亮出兵器 田安夜利用手中火带,将四名杀手逼着屋外 他趁机抢过一把敌人的刀 发现所用兵器,是刺非军专属的冰铁横刀 看到这把刀,他们的身份也就不言而喻了 田安夜继续冲进人群搏杀 一朝一世间,进现当年的雄风 这群小喽啰,在田安夜面前根本不够看 哪怕几人进行围攻,也不是田安夜对手 最终全部惨死于田安夜刀下 而此时,田安夜屋外,有一个人正在观看这场战斗 而这个人的身份,其实是太子的旧臣秦姑 他也在寻找小美的下落 战斗结束,田安夜急忙带人离开染坊 然而他不知道,有一名杀手炸死活了下来 杀手把情况上报 根据田安夜使用的刀法,张许青推断出 对方很可能是拢心莫刀军的一员 张许青把情况告诉齐王 或者表示,莫刀军不可能有人存活 梁城一战他们都殉国了 齐王告诉张许青,务必要在登基大典前 抓住那对母子,拿回他们身上的船为圣旨 张许青来到杀戮现场查看 属下推断昨晚的下事,可能是个卖探的 张许青却不相信,一个卖探的会有这种本事 另一边,田安夜和赵倩孙正带着小美转移 途中被一群官兵截住 本以为又是一场大战 结果官兵只是来买炭,虚惊一场 其实这个时候,赵前孙还不知道小美的身份 但田安夜根据追杀他的人 这次飞军这一点,推断出小美身份不简单 而赵前孙会算命 他看了小美儿子的面相 天庭饱满,地格方圆出后入相 此乃大富大贵之相 赵前孙询问孩子生父何在 小美表现得十分警惕 对于这个问题避而不谈 一旁的田安夜健壮 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赵前孙 田安夜认为,就小美出染方 已经是惹火上身 要是再管下去 恐将惹来杀身之祸 但赵前孙又不能见死不救 刚才赵前孙帮小美算了一挂 发现这对母子 跟他们有这么大关系 恐怕这一劫都逃不掉了 可即便如此 田安夜也不想牵扯进去 所以第二天一早 田安夜给小美准备了盘缠 让他自谋出路 赵前孙不忍心 刚要出声 便被田安夜打住 就在这时 秦姑带人冲了进来 他表明身份后 要带走小美跟太子的唯一骨肉 秦姑看中田安夜熟悉地形的能力 想要拉拢他 一起护送小美出城 田安夜不想掺和其中 秦姑表示 昨夜田安夜已经杀害自飞军三人 必将遭到追杀 与其被他们杀害 倒不如协助自己逃出这里 田安夜告诉秦姑 他只是个卖探的 并不是侠士 自从太子离世的那一刻起 小美跟他儿子的命运 就已经注定要颠沛流离 这时 赵乾孙站了出来 他见小美母子俩可怜 便劝说田安夜救救他 最终 在赵乾孙的说情下 田安夜内心动摇了 秦姑对田安夜的要求很简单 在登基大典那天 他们需要抵达贵人坊 玲瓏馆 精英之人会带他们从建阳门出城 而精英之人则是太子门客 他们会在大典当天 攻打阳门柱杀其王 小美母子俩便可以趁乱出城 田安夜觉得哪里不对劲 城外似乎不会有那么多人 即便如此 他还是开始规划路线 要想顺利抵达贵人坊 他们需要途径敦化房 修膳房 加膳房才能到达 眼下还有四日才到大典 他们需要抓紧时间 尽量一天过一房 赵乾孙子前接到消息 敦化房正在高架收探 田安夜知道 这是张许清隐他们上过的计谋 眼看这种情况 田安夜索性故意暴露位置 隐次飞机上门 当天晚上 田安夜在旅店设下陷阱 并提前安排赵乾孙 带着小美离开 两人离开以后 田安夜用生结将稻草捆住 放于炭火之上 而稻草被打上结 并不会立马燃烧 只会冒出滚滚浓烟 田安夜需要的正是这股烟 旅馆宾客们 被浓烟呛了出去 而赵乾孙跟小美 就潜伏在人群里 深夜四费金杀手 从后门杀了进来 刚进屋 就被屋里的浓烟呛到 田安夜听到咳嗽声 立马拿起竹棍 开启战斗模式 杀手在浓烟中 找不到田安夜踪迹 被打得劈滚尿流 根本无力招架 再加上秦姑身手了得 所以在两人的同理协作下 张许青派出的第一波敌人 便被他们轻松斩杀 而张许青剑派出去的杀手 迟迟没有回信 意识到他们可能凶多吉少 这时张许青想到在大战开始前 撕散逃离的宾客 瞬间意识到这是田安夜的调虎离山计 小美可能就在逃跑的宾客里面 于是他立即带人前去追击 而此刻赵前孙两人在逃跑途中 被一个大刀客拦住 秦姑部下赶来救援 可完全不是对手 被大刀客斩杀 赵前孙为了掩护小美逃离 甘愿用血肉之躯 吸引追兵的注意力 最终赵前孙被张许青抓住 不久田安夜追过来 看到赵前孙被控制 张许青不想枉杀无辜 只要田安夜交出小美 他们便井水不犯河水 而此刻小美已经被秦姑救走 事情发展到这里 张许青认出了田安夜的身份 是莫刀君叫头 两城一战后 田安夜就消失了 没想到现在却成了一个卖探的 张许青怂恿赵前孙 只要他杀掉田安夜 然后带自己找到小美 他就可以活命 赵前孙没有照做 反而回头 把刀朝着张许青挥舞 后者反应及时 反手夺刀 刺入赵前孙胸膛 田安夜跑到他身边查看 对方临死前 希望田安夜能出手 救救小美母子 张许青劝田安夜慎重 他与小美母子非亲非故 何必因为他们招惹是非 然而田安夜现在心意已决 他从赵前孙身上将刀拔出 冲向张许青 后者不下出来应敌 奈何他不是对手 最后只得张许青亲自出手 两人在雪地之上 打得难解难分 张许青一手双刀 耍得出神入化 田安夜身上被划伤 张许青自以为胜券在握 开始不断叫嚣 让田安夜放弃抵抗 但接下来 田安夜却开始认真起来 当他拿出真本事的那一刻 张许青便不再是对手 被田安夜打得节节败退 田安夜立劈划山 甩出重重一刀 张许青勉强格挡 开始不断后退 眼看田安夜要拿下这场战斗 突然他眼前 出现之前在战场上的幻觉 短暂的愣神 被张许青捕捉到 最终田安夜被偷袭打晕 等田安夜醒来 已经被囚禁在大牢中 他遭到张许青的言行毒打 并问小美的下落 田安夜口风言 拒绝交代任何信息 张许青告诉田安夜 只有交出那对母子 才不会有更多人丧命 田安夜依旧不为所动 张许青见状 开始大行伺候 他拿出踢骨刀 在田安夜胸膛削肉 然后撒上一把盐 田安夜被活活腾晕 另一边 秦姑和小美 在田安夜的安排下 来到嘉膳房他朋友这里躲避 期间小美从秦姑手下那里听到 自己是什么祭品 小美心中产生疑虑 连忙询问秦姑 她真的会救自己出城 秦姑听爸说出事情的真相 原来小美是月之人士 她与太子的相聚 都是月之宗主特意安排的 而秦姑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月之使节 大典之日 齐王携杨栋在建阳门祭拜 我会以月之使节的身份 将你和贾银海献立给齐王 同时煽动百姓 逼齐王亲手杀害太子余孽 血迹良成百姓 等着齐王独自上前 秦姑便会出手 将齐王刺杀 秦姑的计划 是准备刺杀齐王 可这件事无论成败 秦姑跟小美都得死 秦姑认为 只要让齐王这个暴君得到惩罚 他们死得其所 至于小美的儿子 宗主另有安排 小美听后 知道这是自己的命 她没有反抗 不过小美只有要求 那便是让秦姑救田安夜 而此时 田安夜正遭到张许青的酷刑对待 张许青命令手下 即便双手被铁钉禁锢 田安夜依旧紧闭双嘴 这时 手下来报 秦姑要见张许青 后者急忙赶去见面 由田安夜在牢房 强大的求生欲 让田安夜迸发出无尽的力量 他用嘴把铁钉活生生拽了出来 门口守卫听到动静 急忙赶去查看 却被田安夜杀死 随后 田安夜一路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 杀出牢房 途中遇到大刀客 田安夜用铁钉攻击大刀客腋下 对方挥舞大刀 视入破竹 田安夜因为先前受伤 有些无力招架大刀客的攻击 好在关键时刻 秦姑赶了过来 两人联手 一起制服了大刀客 秦姑将田安夜救走 可秦姑并没有注意到 两人离开的画面 被张许清不下看在眼中 他立马将情况上报齐王 或者任命他率领刺飞军 去捉拿小美母子 并处理吊田安夜 而张许清因为屡屡出错 被齐王暂时革置 田安夜这边苏醒过来 得知了秦姑与小美的计划 他想试图进行阻拦 可惜小美心意已决 这就是他的宿命 田安夜告诫秦姑 就凭他们几个人 根本杀不了齐王 那怕是死 秦姑也要试一试 田安夜质问秦姑与齐王的关系 根据秦姑所言 我大概推测 秦姑应该是齐王的女儿 齐王贪婪淫乱 见秦姑母亲好看 便将其强行玷污 后来秦姑母亲在生下孩子后 便想不开离世 留下秦姑一人在这世间苟活 所以秦姑对齐王有着血海深仇 第二天 秦姑带着小美来到归人房 等着将她献祭给齐王 这里是小美从小学习舞蹈的地方 所以她跟归人房的亚婆婆关系非常好 小美用手语跟婆婆通气 田安夜不想看着小美和秦姑白白送命 她决定重出江湖 拿出盔甲跟墨刀 开始比划得起来 小美梳妆打扮 等着被献祭 这时 秦姑来给她送新衣服 发现孩子不见了 原来 小美是用手语 通知亚婆婆把孩子救走 秦姑发现急时 在亚婆婆出门前将她截住 小美出手阻拦 却被秦姑打倒在地 小美见自己不是对手 苦苦哀求对方 能放了自己的孩子 秦姑不为所动 突然后门被人打开 田安夜出现 从秦姑手上把孩子救走 送到小美手上 田安夜劝秦姑 不要执迷不悟 这时 秦姑把自己的身世 告诉了田安夜 秦姑让她不要拦着自己 田安夜见状出手 用暗器将秦姑弥晕 接着开始在归人房设下陷阱 准备与次飞军做个彻底了断 田安夜跟朋友一起 在归人房设下不少陷阱 等着次飞军来钻 不久 部下得知田安夜位置 立马带领手下 前往归人房 最开始他们没有防备 第一波次飞军将领 都入院中陷阱中惨死 小美不知道该如何答谢田安夜 甘愿为她舞异曲 伴随着小美的舞蹈 田安夜与次飞军的战斗 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她手持末刀 宛如一尊杀神 抵挡千百次飞军 不曾让他们前进半步 死死守护身后的小美 然而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微弱的 在经过一番血战后 田安夜有些体力不支 动作开始有些迟缓 面对越来越多的次飞军 田安夜只能利用机关阻拦 眼看行动队没能拿下田安夜 不想让弓箭手准备 朝着物理射箭 无数箭鱼如同奔腾的巨龙 朝着物理射来 田安夜挥舞墨刀拦截 可惜箭语太多 这时苏醒过来的秦姑 来到小美身前 帮她抵挡案件 助她完成舞蹈 这一刻秦姑看到小美捂出了自己 眼中满是羡慕 毕竟她自己的这一生 仿佛只有仇根恨 所以秦姑最终选择 神明护住了小美 秦姑在临死前 用暗针迷晕小美 救下了她一条命 田安夜在外面 竭尽全力干掉弓箭手 部下见识不妙想要逃跑 却被田安夜连人带马一块斩杀 这时张许青从外面走了进来 与田安夜进行最后的搏杀 这一次收持末刀的田安夜 没有心思手软 一举拿下张许青的向上人头 影片最后田安夜杀进齐王府 斩杀齐王后 带着小美跟她的孩子离开洛阳 对于小美而言 她的新生活开始了 而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陌路狂刀》 一部最新上映的武侠电影 由致命武打演员张进领先主演 作为最近少有的武侠片 她的精彩度比较不错 其中只要张进在 大戏就不会差 该片遵循了武侠片的复仇套路 一路从头打到尾 挫败朝廷的追杀 将齐望斩于马下 最后铠甲上身 莫刀出鞘 莫刀军主帅重现江湖 看得人是大呼过瘾 只是田安夜跟莫刀军之间的恩怨 电影里没有进行详细解释 也许导演是想拍第二部 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如果你对本片感兴趣 可以去找原片看一下 相信会带给你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让我们下个电影再见